朋友们大家好 谈到微量元素的使用 我们经常性用到的 比如像铁 猛心 钙 棚等等 一些中微量元素 使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一期我想和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我们经常性用到的 钙以及棚匪 大家可以看看像这种 EDTA棚 奥格特棚 更有利咱们这个作物的 一个吸收 大家知道 咱们作物一旦在生长的过程中 如果说缺少棚元素的话 会导致一些花而不实的情况 第二种 就是我手里面聊的这个 EDTA钙 就是奥格特棚的钙元素 这个钙元素主要就是一个状果 那么我们最常见到的 这个钙元素 比如在椰片上出现缺钙以后 是什么症状呢 比如叶片的这个边缘 会出现一个黄化的一种情况 第二个呢 叶片看起来比较柔软 这是叶片的症状 如果是从果实来区分的话呢 就是裂管 包括奇蜀病 这样的一个作用 既然钙 以及这个棚 那么它的作用这么的大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棚和这个钙 到底能不能够毁用到一块 好 我们现在加入是200毫升左右的一个清水 然后呢 我们倒入少许的凹荷钙 蓬肥 然后呢 进行 搅拌 你看现在呢 蓬已经溶解了 好 我们现在倒入少许的这个钙 然后呢 我们开始充分的 给它搅匀 经过搅拌 均匀 那么现在静了 静止一分钟以后 大家可以看看 盖 敖河特的钙肥 和敖河特的棚肥 已经充分的溶解了 可见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这个钙 敖河特的钙肥 和敖河特的棚肥 是可以毁用的